为了不给保志玲丢脸面 黄飞红当即猛灌一口红酒 准备使出醉拳打败恶霸 见他一瓶不够 小妈连忙又扔出两瓶 黄飞红接下后 则是一口气灌了下去 很快两瓶酒下毒 使得黄飞红有了一点醉意 随即轻松两招 就将几个恶霸打倒 可当他面对更厉害的恶霸时 却还是能被对方一脚踢出树面 我想我再喝一点点就行了 听到这话 小妈当即抄起一瓶五十年的白蓝帝 直接扔给了黄飞红 果然这一瓶烈酒喝完 黄飞红立马就来了感觉 随即便打出一套醉八仙拳法 看到黄飞红的挑衅 恶霸再次上前 却被对方轻松击退 紧接着黄飞红又使出剩下七招 一会儿功夫 就将众人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眼看自己不是对手 恶霸们便想趁机逃走 可此时的黄飞红醉意正胜 并不想就此收手 于是他连忙起身追了上去 恰在此时 黄飞红敢来 看到儿子正在和别人打架 他立马上前 想要制止对方 然而黄飞红却是越打越兴奋 以至于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 就连面对黄飞红 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大打出手 好在黄飞红老当义壮 很快便将他反制 等黄飞红认出自己 黄飞红便命人将其嫁回宝之灵 开始一顿家法伺候 原来 黄飞红一直阻拦黄飞红 用醉拳跟人打架 就是因为每次打出醉拳之前 都需要先喝得鸣鼎大醉 再利用醉意打破武学定律 只有这样 才能将醉拳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可是要想把酒喝得刚刚好 既不会不省人事 又能达到醉拳合适的酒量 这并非一件意识 黄飞红生性活脱 平时还喜欢多管闲事 一到关键时刻就收不住 所以控制酒量对于他来说 更是难上加难 他这次当街和人打架 便是如此 就在几天前 黄飞红带着黄飞红二人 从东北买人参回来 不料上火车前 却被北洋军阀拦下 并要求他们将贵重物品报关 为了逃过人参高昂的关税 黄飞红便趁众人不注意 将其放进了英国人的行李中 就这样 黄飞红等人成功逃过关税 顺利坐上了火车 等火车开到下一站 黄飞红和鸡骨草二人 便也要下车凑热闹为由 瞒过黄其英来到头等车厢 想趁机拿回人参 却不料两人因为穿着朴素 被门口的守卫赶了出去 眼看直接进去行不通 黄飞红便借来一群积鸭 故意制造混乱 再顺势来到英国人放行李的车厢 不曾想他刚一开门 就看到了一个小偷也在此地 黄飞红本想将其抓住 却被对方一个巴掌打退 因为不想惹麻烦 所以黄飞红找到人参后便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守卫的声音 无奈之下 黄飞红只得爬出窗外 恰巧小偷也没走远 为了将刚刚的巴掌还回去 两人展开了一阵追逐 随后二人来到火车底下 奇料小偷的武器竟藏在此处 紧接着他便取下红银枪 对着黄飞红就是一顿猛攻 眼见自己赤手空拳不是对手 黄飞红便顺走一把路人的大刀 随即再次追赶小偷 两人再次交锋 然而就算黄飞红手持长刀 也依然不是小偷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黄飞红一直处于下风 恰在此时火车喷出一阵蒸汽 小偷见状不愿再与之纠缠 便趁着蒸汽顺势逃脱 可黄飞红还是不死心 于是再次追赏 要让对方道歉 跟你道歉 当然了 你刚刚误会我了 有本事你打呀 听到这话 黄飞红当即放下大刀 准备和小偷展开肉搏 只见他率先出手 却被对方一脚踢开 眼见其他拳法不行 黄飞红便摆出最八仙的架势 最权是吧 小偷见此情景 当即来了兴趣 要和黄飞红切磋一番 可正当黄飞红即将出手时 一旁的火车却突然开走 黄飞红见状也顾不上比试 只能连忙追赶火车 好在有个好心园相助 才让他成功上车 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黄飞红大费周章拿回来的人身 竟变成了一个古董玉玺 而真正的人身 却在那个小偷手里 因为害怕被黄麒英知道 是自己弄丢了人身 所以黄飞红只能暂时将此事瞒下 不料几人刚回宝之灵 买人身的陈老板就赶了过来 这下的黄飞红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小妈看出两人的异常 便询问他们原有 得知黄飞红弄丢了人身 小妈便拿出珍藏的大萝卜 想以此蒙混过关 你说这是萝卜 难道不像人身吗 不像 看到自己的大萝卜被黄麒英识破 小妈立马改了一套说辞 我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叫萝卜 是人身的大敌补品的克星 势不两立 说吧 小妈便灰溜溜地抱着大萝卜离台 随后她来到后院 本以为人身丢失一事瞒不下去 不曾想黄飞红却在此时 拿出了一段酷似人身的树根 臭小子哪偷回来的 爸爸这棵金枝玉叶 哎呀我看你完蛋了 虽然金枝玉叶是黄其英最心爱的植物 但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小妈先将黄其英引到一旁 然后再让黄飞红 趁机将树根送给陈老板 听完黄飞红的一番忽悠 陈老板十分满意 随后他便带着人身离开了保质林 殊不知另一遍 英国人发现了私运的玉玺丢失 随即便让总管谭昌全力寻找 很快谭昌便调查出 在运输玉玺过程中 黄飞红曾可疑地出现在头等车厢门口 于是他断定 玉玺一定在黄飞红的手中 这天 小妈为了筹钱满心的人身 便打算将黄其英送给她的钻石项链 卖给自己的好姐妹 为了不被黄其英发现 小妈一直小心翼翼 却不想正因为如此 让英国人怀疑他们在倒卖玉玺 于是便趁小妈解恩不备 直接将包裹抢走 怎么了 抢东西 幸好黄飞红及时追上 才将包裹夺了回来 不曾想黄飞红刚想物归原主 却在半路被英国的亨利拦下 并以刚刚撞到她为由 要让黄飞红磕头道歉 这让一旁的小妈看不下去 于是她连忙上前 当众拆穿亨利 和刚刚的强盗是同伙 话没说完 亨利当即就给了小妈一个巴掌 将她的嘴巴打歪 看到亨利如此不脚道 小妈连忙就让黄飞红 上前教训对方 给自己出气 却不想众人见此情景 都想看看黄飞红打一套罪拳 为了打响宝之灵的招牌 小妈便又让黄飞红 背着黄其英偷偷用罪拳应战 并且为了让罪拳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小妈还带着姐妹们找来养酒 不料黄飞红喝完酒 虽然打退了亨利等人 但也因为没有掌握好酒量 有些神志不清 黄其英得知后十分生气 她本想用家法对其小事成见 不曾想就在这时 陈老板的夫人赶来 并告诉黄其英 陈老板因为吃了假人参 现在重病不起 我是怕你被人骗 黄其英没想到 黄飞红会顽劣到如此地步 竟拿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当而行 她觉得黄飞红再也成不了大忌 于是一怒之下 就将其赶出了家门 随后黄飞红来到一个酒馆 继续喝起了伤心酒 起料就在这时 亨利带着谭昌赶来 因为听说黄飞红的罪权很是厉害 所以谭昌便想与之鄙视一番 可此时的黄飞红根本无心打架 任凭谭昌怎么出手 她就是不还击 谭昌见此情景 也便不屑于再与之切磋 只好就此作罢 谁知第二天一早 黄飞红就被赤身裸体地挂在了大街上 黄其英得之后 便连忙将其带回了保之灵 等黄飞红酒醒 回想起昨天的一切 她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 但同时也让她明白了黄其英的用意 并承诺以后不会再喝酒 用罪权跟人打架 然而她刚发誓没多久 那个和她拿错行李的男人 就来到了保之灵 小妈见此情景 觉得对方三更半夜前来十分可疑 群里腿 你老混蛋 说吧 小妈再次使出群里腿 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一招就将其打退 男人见此情景 因为一时解释不清自己的身份 她便也摆好架势 开始和小妈认真比试 恰在此时 黄飞红出来 她二话不说就上前对付男人 小妈本想也跟着上前 却被黄其英拦了下来 看见黄飞红又和人打架了 黄其英当即上前阻止二人 随后经过介绍得知 男人其实是满洲最后一个无举 扶明其 此次前来 就是要回黄飞红拿错的玉玺 不曾想扶明其刚刚拿到玉玺 就遭到了斧头帮的抢夺 只因他们已经被英国人收买 双方一番对战过后 扶明其侥幸带着玉玺逃脱 却不想英国人又在半路埋伏 接连两枪击中她的胸口 还趁机拿走了玉玺 黄飞红见此情景 便想夺回中国的玉玺 但因为不能打架 她便和好兄弟阿残 扮成英国士兵的模样 偷偷潜入领事馆 想要置取玉玺 却不料这正中了英国人的圈套 我已经拍下你们的照片 投入领事馆 我怎么处置你们都可以 随后英国人将二人放进监牢 开始一顿毒打 等两人都被打晕 英国人还以此威胁黄其英 让他交出武馆的地界 给英方扩建工厂 为了救出黄飞红二人 黄其英只得让出地方 然而黄飞红刚回家没几天 就听说英国人不仅虐待中国工人 让他们加班制造钢材 还想以此做掩护 偷偷将中国的古董运到他们的国家 看到英国如此欺负中国 黄飞红忍无可忍 于是他决定和众人一起 捣毁英国的钢场 虽然英国人体型强壮 但他们根本不是中国功夫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打倒在地 谭昌得知情况后 当即命令四个手下 同时对黄飞红出手 眼见四人袭来 黄飞红则是淡定应对 却不料上面的亨利和谭昌二人 竟相继用机关暗算黄飞红 打得他措手不及 看到自己处于下风 黄飞红立马爬上高台 开始和二人缠斗 虽然亨利很快就被他打过 但没想到 谭昌的腿弓竟会如此厉害 只见他一招连环筒 就打得黄飞红毫无招架之力 黄飞红剑撞连忙近身将其抱住 其料谭昌又用下巴 猛戳他的眼睛 使其看不清东西 听到这话 黄飞红不再小看对方 当即摆出最拳的招式 和谭昌再次对战 不曾想谭昌不仅腿脚厉害 就连拳法也是攻势灵力 轻松几拳就将黄飞红击退 黄飞红剑撞只得再次上前 却不料此时台下的亨利突然起身 用烧红的钢管偷袭 而后谭昌成胜追击 一下就将黄飞红踢进炼钢的火坑 等黄飞红出来后 全身已经遍布烫伤的水炮 谭昌本想也拿出钢管 给黄飞红最后一击 却被对方掉落的扇子吸引 听到这话 黄飞红瞬间明白 此时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于是他拿起一旁的工业酒精 就大口灌了下去 想以此发挥出最权最大的威力 果然片刻过后 黄飞红最意上头 只见他轻松两招 便将亨利打倒在地 接着他又喝了一瓶酒精 这次他将酒量控制得刚好 随即一套最八仙招式 就轻松拿捏住弹昌 最后再高高将气举起 猛地摔在了地上 至此 钢厂被捣毁 古董也回归中国 政府为奖励黄飞红 还特意给保之灵 送了一块护国有功的牌匾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